欢迎来到风华绝蛋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香港这个饱受争议的地狱 走出了一界又一界的港姐 在这些港姐之中不乏一些翘楚 很多的港姐都凭借着港姐的选举 成功地进入了娱乐圈发展 甚至于有一些港姐 还嫁入了豪门 当上了阔太太 比如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女子 她的一生就是被人们赋予了 传奇色彩的年华 这个女子叫做郑文雅 她曾经在娱乐圈 也是镇守可热的一个女神 红极一时 万众瞩目的香港金像奖女神造型 可以说是完美至极 这个造型的原型就是郑文雅 郑文雅1960年2月14号出生于香港 少女时期的郑文雅因为学习成绩好 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校园风云人物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体育方面的才能也越发凸显 1978年18岁的她参加了香港女子跳高比赛 一举跳出1.58米的成绩 或记录更轰动一时 所创造的记录直到1980年才被打破 1979年 年近19岁的郑文雅参加了港姐选美 荣获香港小姐的桂冠 还同时当选了最上镜小姐 1980年的7月1号 郑文雅加盟力敌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视野 荧幕处女作是出演电视剧 《浪见长堤》中的一个小角色 1982年步入影坛 主演电影《小声啪啪》 此后便接连拍摄了数十部影片和电视剧 1984年主演电影《全家福》 《全家乐》《发达密集》等 同年郑文雅约满离开电视圈 转至电影圈发展 1991年 郑文雅与丈夫修成正果 自从郑文雅选择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嫁给了作为富商巨股的丈夫 于哲晖 就逐渐地淡出了娱乐圈 据说两人是一见钟情 并且郑文雅对丈夫十分满意 说起真正的原因 郑文雅也是恼怒非常的 她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过 原本是没有打算这么早就退出娱乐圈的 是因为1988年的时候 她主演的一部剧《花心萝卜》 制作方为了收视率和炒作 竟然将她在家剧中上厕所的剧照 作为了宣传的照片印在海报上 张贴在了公共场合 郑文雅就因此对娱乐圈感觉到心灰意冷 萌生了退出娱乐圈 安安稳稳的相夫教子的念头 婚后不甘为人妻相夫教子 而是在婚后专注高尔夫球饰演 1993年郑文雅成立了香港华人女子高尔夫球总会 球技越来越好的郑文雅 在1994年成为首名入选香港女子高尔夫球队的华人 接着五年更连续被选为香港最佳女子高尔夫球员 更于2000年成为香港高尔夫球协会首名华人女子高尔夫球教练 名声如此之大连很多明星都找她指教 比如张博之九层拜师受她指点练习高尔夫球 如今郑文雅已经59岁了 早已经过了最灿烂芳华的年龄 但她依旧自信有魅力 笨溜的她丝毫不见老态 反而显得异常优雅 身材保持得很好 现在的郑文雅热衷于公益活动 前时意识会和朱玲玲等老友聚会 毫不潇洒 娱乐圈的明星艺人千千万万 想要走红不是简单的事情 在名利的驱动下 很多人做了很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接了很多自己并不喜欢的资源 其中一个群体便是艳星了 无论是在八九十年代还是在现在 依然有很多女明星选择一往无前这条路 或许如这些女明星所愿 拍了几部片子之后 她们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了 但是与此同时 她们也很难逃脱这条路了 实现回头是岸的女明星 还是占少部分 比如舒淇 翁红 但绝大多数都是一条路走到底 郑文雅从小就爱好众多 还是全能选手 在运动方面她也颇有天赋 1960年郑文雅出生于台湾 从小到大 她俨然父母心中最喜欢的 别人家的孩子 她不仅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而且爱好众多 喜欢艺术 学过喜剧 摄影 雕塑 舞蹈 更觉得是她还是全能选手 在运动方面 她也颇有天赋 在1978年到1980年 未满20岁的她成为了香港女子最高纪录的保持者 但作为一位学霸 郑文雅心中却有一个演员梦 在1979年的时候 她开始将这个梦想付诸行动 那一年她参加了当年香港小姐的选美比赛 并获得了桂冠的好成绩 同时她还一并获得最上镜小姐这个奖项 这也证明郑文雅的脸是天生为大一幕而生的 看到郑文雅潜力的莉迪找到她 并成功签下她成为旗下的一名艺人 这是她演艺事业的开端 作为一位名气不大的新人 郑文雅在首部作品的戏份并不多 只是饰演一个小配角罢了 出道几年依然不温不火 是圈中的一个小透明 在签约的几年时间里 郑文雅拍过不少电视剧 比如四口之家出现 天梯 少年黄飞红出现等 但很遗憾的是 无论是剧还是人 都没能真正活起来 她依然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仿佛圈中的一个小透明 后来郑文雅觉得 可能是电视剧圈子发展不好的问题 在1982年之后 她开始转战电影圈 主演了小生怕怕 全家福 全家乐 发达密集等多部影片 而1984年 她和莉迪合约到期 此后她更是 把自己的事业重心 都放在了电影身上 在下一年的时候 她主演了《何必有我》 但依然没有 激起太大的神话 可能郑文雅本人也没有想到 自己名声大噪的原因 居然是以下这个 拍摄一本全裸的写真集 她也被称为全裸第一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郑文雅也借起了时尚应找资源 1986年 由郑金汉出版的 中文版的花花公子 用百万酬劳成功让郑文雅 拍摄了一集上身半裸的写真集 当时她为创刊号的封面女郎 当年这开创了港姐 以及香港女星拍摄 裸体写真及风气先河 第二年 再接再厉的郑文雅 甚至还拍摄了一本全裸的写真集 这尺度也越来越开放了 这外景是在一个海岛上 拍摄过程全部都是在户外的自然环境 无论是她的港姐身份 还是这本写真集的特别性 在当时郑文雅的讨论度大大提高 而她也被称为全裸第一人 郑文雅翻车不是在这本写真集当中 而是栽在了1988年主演的电影《花心萝卜》 当时郑文雅的其中一张剧照是上厕所 而工作人员竟然印到了影片的海报上 进行大肆宣传 因为这个事件郑文雅形象受损 甚至这件事还严重让她的自信心受挫 一度对演戏失去信心 其实从1991年第十届的香港电影《星象奖》开始 大会讲座开始采用香港艺术家联盟设计的《女神象》作奖 当年郑文雅也是奖杯设计的其中一位参与者 所以镜像奖奖杯的原型是她 郑文雅退出娱乐圈当起了高尔夫教练 更是出了名的公益人士 但1991年的时候 郑文雅选择退出娱乐圈 当时在自己31岁的年纪 她选择放弃事业和香港富商于哲辉领证结婚 本以为嫁入豪门的郑文雅会待在家好好做豪门夫人 但没想到的是她的出境率一如既往的高 但此后她不再是以演员模特这些身份亮相 而是以运动员和工艺人的身份 婚后的郑文雅一方面跟随丈夫的脚步 学习经商之道 希望为她减轻一点负担 而另一方面她则重拾运动的兴趣 从小到大 郑文雅一直很喜欢高尔夫这项运动 在皇家香港高尔夫球赛当中 她一举获得了冠军的好成绩 在2000年的时候 她更是成为了香港高尔夫球协会 首名华人女子高尔夫球的冠军 她希望把自己对高尔夫球这项运动的见解和经验 都完完整整地传授给下一届 而除了高尔夫教练之外 郑文雅更是出了名的工艺人士 2006年的时候 郑文雅撰写了自己的首部作品《泥土链》 但在上台接受访问的时候 不仅仅呼吁大家透过SMS选歌为矿智慧筹款 更是隐身作则地把自己作品所得的全部收益都拨款给了矿智慧 无论是演戏还是拍杂志 亦或是雕塑设计 打高尔夫 做工艺 郑文雅都是认真的 所以尽管因为剧照仪式被迫无奈退出了娱乐圈 但是在很多领域当中 郑文雅依旧能闪闪发光 退圈之后的生活或许才是郑文雅最舒适的生活状态 拍戏时 她没能在票房以及口碑当中获得任何的成就感 拍完杂志之后 她却在工作人员的失误当中 颜面尽失 自信全无 而现在 她可以学学设计 打打高尔夫 用自己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 用最大的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